这个女人实在太惨了 仅仅因为长得不是肥肥胖胖 跟暗恋几年的小黑哥表白悲剧 一气之下 韩泪创业 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养牛大户 坐拥上亿乌干达先令大概20万人民币 凭借上亿先令资产一举混进当地土豪圈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大咖 经常到私人小别墅交流 怎么才能把惊人的财富花出去 而他的男朋友是部落第一帅哥 他更是不忘初心 闲暇之余带领姐妹团到小学做慈善 学生们每次见他们来都会表现出激动的心情 他说这里实在太落后了 他想再帮助这些祖国的花朵 优雅地走进校长办公室 看到校长办公室如此简陋 他决定捐500万先令给学校盖一间教室 朋友们 这样的女人是不是很值得赞扬 年前这个让人敬佩的女子叫艾雅 目前在乌根达农村养了20头牛 人均收入只有500元左右 是名副其实的贫困国家 而艾雅一年的收入高达10万元 存款更是惊人的20万人民币 连我这种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月工资还能有3000元的小伙都羡慕不已 艾雅很富有和她平时的努力是息息相关的 一般像她这种级别的康 雇几个员工工作就可以了 而她却说 人一旦对生活有所松懈 生活就会抛弃你 只有不断的学习 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真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艾雅正在把一根吨位不少的木材把牛关住 艾雅说 女孩子最好别养牛 实在太辛苦了 把我整个人都晒黑了一圈 人凭我一天涂几层防晒霜都没有用 艾雅说 很感谢以前拒绝我的那个男人 才成就我现在十分富有十分幸福的生活 当初的我1.7米的身高 106斤的体重 你非嫌弃我瘦 转身离开 愣是把400斤的阿燕取回家当宝 结果阿燕顿顿吃半锅饭 一个月把你家底吃完 你现在却回想起我的温柔和我的嘟嘟小嘴 牛身上有一些蚊虫和狮子 现在把驱虫药水倒入水箱中 因为艾雅的细心呵护 她养的牛体格逼铁锤家的牛还要重一些 加上还会定期给牛驱除蚊虫 保证牛健康成长 售卖的价格也相对高一些 眼前皮肤有点有黑的男子是艾雅的弟弟 他主要在艾雅养牛团队担任 技术混合物总监兼出入口管理执行官 简单点说 是负责给牛驱除蚊虫或牛驱保案 这间独具匠心纯手工精心打造的非市豪宅 是艾雅耗资百万先令打造的闺房 艾雅说住在里面的感觉非常棒 里面从来不会有蚊虫出现 夏天做到不透风 冬天做到不露雨 在一小时以上还会有种争桑拿的错觉 艾雅大方的介绍道 欢迎各位朋友到我家做客 感受一下非市豪宅的桑拿感 真是个热情好客的非洲女人 有哪位朋友想尝试的 请举个手 虽然艾雅长得有点彪悍 但实大实在是一位正常女生 艾美是她的天性 虽然她穿紧身裤的样子很吸引屏幕前的帅哥 她认为女生穿裙子是很好看的 今天特意请部落有名的师傅到家 量身定制裙子 裙子都是由专门的师傅 纯手工编织而成 像这条裙子至少要一百人民币 这个价格也只有富贵人家才肯购买 这点钱对于土豪艾雅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当她穿上裙子的时候 明天不知村里有多少个小黑哥 喂她吃喂她狂 那有什么事